很多朋友买回去的奶油奶酪很快就坏掉了 那今天呢教你们更好的一个保存方法 在分之前呢我们要将所有接触奶油奶酪的东西全部都要消毒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分芝士奶酪 切一块后我们带上手套把它放到自封袋子里面 装成后我们先写一个备注 我们把多余的空隙给排出去 然后边裹边排 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封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全部包装好备注好了 第二种方法是将切好的芝士放在真空袋里面 然后放在真空机上面抽真空 这样就抽真空抽好了 抽完真空后我们同样也要写一个备注哟 全部封好后放进冰箱冷藏大家尽快食用 这两种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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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